创作当然非常依赖自我经验的很多东西 但是过度依赖自我经验又可能滑向沉溺 沉溺也无所谓 沉溺很好 因为你作品首先要解决自己 任何一个艺术工作者都是这样 一定是自我的诉求为先 未来如果驱动力没有的话 你也就非常习惯没有这个驱动力过非常日常的 不会产生那种纠结或者挣扎 不会 拍电影这种事情它不像做一个作家 作家一定要有那个东西才写作 但作为一个导演 你不一定非要拍心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拍别人心里面的东西 你有手艺 手艺被锻炼出来了 一样可以 最好导演拍的都是心里的东西 还是说也可以拍别人的东西对你来说 也可以拍别人的东西没问题 但自己的心里的东西我感觉 说实话也没多大 都还不到30岁 我这张不定淋漓尽致了 我想要讲的全部讲完了 我想要抒发的全部都抒发完了 总结的全都总结完了 全部总结完了 有痛苦有甜蜜全部都在里面了 所以接下来我自己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 我是不想写的 我连诗都不想写 然后好多人就会很遗憾说 那你现在都不写诗了 但我觉得不写诗是快乐的 反而写诗是不快乐的 是因为你有东西要讲 你有东西要分泌 我不希望你 拔不得不写 这样是最快乐的 我就不写 特别好 你就郝晓鲜一直在拍自己心里的东西吗 还是说他也在 不一定 头道已经变成一个大师了 大师会关照其他人 会关照人类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我只是一个年轻人 我关照不了人类 关照自己都很吃力了 或者渴望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去关照人类 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首先是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自己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忧虑了 没有什么郁杰 然后才开始有心情去关心人 那之前的郁杰是什么呢 主要郁杰 郁杰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吧 如果不拍电影的话 我成熟的会比现在慢很多 拍电影你要强迫自己 思考很多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解决那个关系 如果当他无法解决的时候 怎么表达那个关系 但如果不拍戏 不做艺术的话 我不会想这些 只会随过逐流 在生活里面 喝喝饿饿的 那样其实也不舒服 很不自在 但有艺术以后 其实现在很自在 有一种回避的心理 一些东西可以回避了 但是另一些东西就变得更凸显了 就更不能回避了 可能那个真实的情感 就会更直接的突到你眼前了 就我之前也说过一个 比我小时候 我比如说在澡堂旁边的房子 那些房子因为很潮湿 它的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每天晚上醒来 我父母在吵架 然后电灯都会闪 所以那个闪烁的电灯 总是在我店里面 总有有闪电 有闪烁野菜里面理发店 老是有那种东西 就那个东西应该是 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 一个意象吧 在记忆里面 但你像下觉得 你把它拍到电影里面 你就很有安全感 那些电影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让你自己更 更像一个旁观者 好像那个人就不是你 把关在哪 能关都关了现在 我全关好了 踏实了 很爽 或者说自我的反省 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因为 就是你拍出来以后 你解决了以后 你会问呀 那个东西真的是痛苦 抛弃你的人 欺骗你到底是可恶的吗 嗯 你会开始反省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 你就不忍心 嗯 所以才会有场景里面 每个人的那个动人一刻 你的朋友就说谎骗你 嗯 就是欺骗你 他到底是那么可恶的吗 最后你写着写着你 他就变成不可恶了 嗯 但他会有一个逻辑 他在梦里面 嗯 也没那么显示 嗯 嗯 那现实和现实和这个虚幻就变得更更模糊了 非常模糊 嗯 反正这是我现在最困惑的问题 嗯 就是电影和生活之间的问题 其他的我都不焦虑 不困惑 那每次回到家会 因为朋友变化实在太大了 嗯 拍电影之前还跟我说他准备要结婚 拍完电影你发现他已经离用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也都没有参与到他 你友情里面的一个阶段 那他离婚的时候找谁说他不可能来找我 我忙啊 嗯 拍完电影刚回到家是很不适应的 嗯 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说坐牢的人出来 然后他回家 哈哈哈哈 他一看那DVD 他不会用DVD 哈哈哈哈 我就挺心痛的 拍摄的地方很多时候也是在那个 嗯 廢棋的监狱里面 后来自己拍完电影回来 你就发现你 你当然会用这些工具 但你发现你跟家人的沟通 其实是 是有空白了 因为他们变化很多 嗯 因为小孩一下子就长很大 你下意识地会想 是不是再回监狱会比较好 在那地方待着会比较好 昨天我我从那个北京来飞机上看了个电影 我又没有耳机我就看着那个挺动人 他去太空苏联的宇航员 嗯 宇航员 他老婆就问他 他说你在上面会经过苏联吗 他说我一天经过16次 嗯 他说这过程中你会一直在想我吗 他说 只有经过马拉加斯加的时候不想 为什么不想 他说我在想 如果我就说突然从太空掉到马拉加斯加上 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就上天派来的 让我当国王啊 他像梦境一样 其实 就他已经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了 嗯 所以有一个新的任务要执行 要回到太空 他特别肯定就回去了 谢谢啊 有种不好意思 记者过来看一看 戏拍完了不会再来拍了 放心放心 去吧 拍戏的时候我每天就站在这个位置 嗯 因为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后面的工程 看前面 然后又看这边 看大家一起的路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王国 现在就特地站在一个记忆的废墟之上了 几重记忆的废墟 特别复杂现场 对对对对 有文本里的 现在是拍摄现场筹备的 对 最后得到的 对 以及现在荒废的 嗯 还没上映啊 快了年底上映 当然要请你去看 这矿什么时候是最繁荣的时候啊 最繁荣的时候应该是上世纪的 60年代70年代 那时候是不是叫小香港 对 我听他们说 当时反正比 但在现场有发达得多吧 嗯 现在都用来养殖了 养什么 豪猪 这样的 是吧 很大一只 原生的 靠来搞成家训的 我可以去喂一下吗 你把这白菜 白菜帮给他吃 好 我尝尝 我尝尝 都被惊住了 不太吃好像 这声音挺好的 这声音挺好的 没操没操 我给他看嘛 没得说 这可能就是生活里最迷人的部分 很少担心那种所谓的 比如说凯里是相对封闭的一个地方 封闭可能帮你孕育出一些东西来 独特的自信的东西 嗯 但他也可能带来另一种问题吗 这种冲突之间对你来说 你就真的是很好想吗 还是说 没想过 没想 没想过 嗯 那其实去了更外面的世界 更别的地方 那个东西也对你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对陌生的东西都挺不自在的 嗯 你喜欢旅游吗 是不是喜欢 特别喜欢 你特别需要陌生的东西 我们完全相反 所以我就很好奇嘛 嗯 就我特别不喜欢旅游 嗯 我去每个国家 影展也好 做宣传也好 嗯 我从来不出酒店 嗯 我说要逛一逛 我们就出去逛一逛 嗯 我自己我坚决不去 你不好奇吗 完全不好奇 哈哈哈 那你觉得好奇表现在什么地方 电影算是比较好奇的一个事情 嗯 打游戏也比较好奇 嗯 你先说这种打游戏的方法对你拍电影有很直接的用处 我感觉 嗯 我们这一代都是游戏的 嗯 思维都是被游戏训练出来的 嗯 看我电影里面有很多PUV的镜头 嗯 包括长镜里面 他如果没有偏见的话看其实很习惯 嗯 游戏里面不就这样吗 嗯 一个人要去到哪儿要怎么样了 嗯 你会除了自己以外你会关心同代人的精神状况吗 我觉得他们其实挺焦虑的 嗯 行动力也差 我最替他们担忧的是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焦虑 你觉得他们的交友来自何处呢 可能也跟我一样 嗯 都一样我的普通的那些朋友 他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最基本的物质上面的焦虑 嗯 精神层面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该不该焦虑 那我是该提醒他 你现在要焦虑一下还是不提醒他 嗯 在喝酒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我都欲言又止 因为我 我觉得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嗯 我的姿态也不对 嗯 我应该和他们一样 但有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该不该告诉他 嗯 你是不是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 每次要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挺挺傻屌的 嗯 这个折磨你吗 挺困扰的 我刻意的让自己别那么好为人师 嗯 刻意的在要求我自己 嗯 尊重别人的生活 尊重别人的逻辑 嗯 或者说你会想把你的这种提醒或者这种关切 就可能放在放在别的方式里放在电影里或者放在创作里面 对因为创作那是我的地盘 嗯 我的地方 或者你认为一个就是不管你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认不认为无所谓 你认为做一个朋友就说有就这样的一个责任吗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去为他做这个提醒 嗯 就好像他他生活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突然突然拿了一个东西进来 嗯 那个东西是一次性的 有时候 可能会打破他的生活 嗯 可能就没有了 那个水果吃完就没有了 他只能等我 不一定好 嗯 我觉得挺干扰别人生活的 嗯 如果说通了的话 挺干扰 嗯 如果没说通的话挺傻屌的 嗯 那你觉得侯晓写的电影是适逐去说这个事情 更想反 我觉得侯晓不会去 他更退回来 对 强加于要要教育 嗯 某种观点 嗯 他在旁边等你 嗯 拍出你的样子来给你看 嗯 我外公来了 嗯 就是那个华和尚年纪 嗯 就是野菜里面 嗯 穿个衣服 穿个衣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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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岛的里面年轻人反抗的意识 我觉得要强一点点 对生活的反抗 更对外一些 会做更极端的事情 在凯利的我的朋友 不做极端的事情 没有什么极端的事情 每天能买个好车 开着去吃好吃的 看起来快乐 那你觉得侯孝贤镜头里的年轻人呢 那些风贵来的年轻人 风贵是侯岛那个年代年 比较久远了 那一代年轻人会更焦虑一些 你明显能感觉到 他在捕捉精神上面的焦虑 能感觉到他们的很虚无 我们凯利的年轻人 不知道自己是虚无的 不知道 但是北京的年轻人 慢慢的意识到自己在虚无 凯利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很充实 但是总是 因为凯利总是会滞后一些 可能过去年他们就会这种意识到 不会 我觉得他们不会感受到 他们把最大理想都放在爱情上面 放婚姻上面 他们的虚无是对婚姻关系的虚无 而不是对人生的虚无 不会感受到 或者说再过了十年 二十年 到四周岁的时候会反戈一击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酒鬼了 他们也解脱了 解脱了 已经放弃了 在准备反省的时候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放弃了 应该是这样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路边野餐的主角 陈生 扮演着陈永忠 是碧干的小姑爹 从闲置在家 到电影中与汤维黄爵演对手戏 碧干的电影对小姑爹的改变 仿佛施加了某种魔力 幸会啊 你取来很好嘛 对对对 再来两瓶 需要吃 这样我老许就行 老板娘我们再来两瓶好吗 行 可以啊 都行 大不了明天不拍了 咱们就是开心就行了 再来一瓶吧 好 我们就就就最后这一瓶 没事没事 多喝两瓶没事 没事 明天不拍了 明天你们还有这么开心 反正那时候好像 人真正的处在那个环境 好像你也不太觉得 但是 你从那个圈子里面退出来以后 慢慢想要有 还是有点可怕 他要是没拍电影区在这混江湖混得出来吗 这个 还不知道 这个 这个 不知道 不觉得 那你想做一个 现在想做个职业员 好不好 想 想啊 什么时候开始想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要做个职业员 就拍 拍野餐以后吧 嗯 因为那时候女儿刚考上大学 那时候她说重来报仪是说我爸干什么的 她说干脆你现在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说行吧 我说我的学儿 因为女儿也想没想学儿啊 我说学儿我说答应你 我说 也特别 也特别感谢必干 他 也特别感激 他也特别感激 如果 自己来 拍戏以后我觉得他才快乐起来 以前他在家里心里也不太那个 拍电影以后 我觉得他能表达自己想法的 别人也认可 也认同 那些 以前 你特别选周星驰是吧 嗯 为什么呢 你说 因为那时候我父母还没离婚的时候 他们总带我去看电影员看电影 然后那个时候电影员放的都是周星驰 一时的电影 然后当他们情感好的时候牵着手一起去看 情感破裂了 就两个人一边走 走在一边 中间隔了一个广告牌 我就走到广告牌 那不知道往左边还是右边 我小时候有个很迷惑的问题 但我也从来不问老师 就是 我感觉为什么月亮一直在跟着我走 我这个问题 只是长大了以后我才解惑的 我一直以为 月亮原来是挺关心我的 我说每次我走到哪 怎么他都走到哪 好奇怪啊 然后我自己还出来 每次出来都看了一下 觉得可能真的是如我所想 他可能会跟着我 这也代表当时是不是一种特别渴望被关心的 对得到关照 后来发现不是 你觉得你的电影比如路边野餐 他其实是被你同代人 年轻一代是非常喜欢的嘛 就变成一个 也有争议也有喜欢 对 但还是就变成一个富号了嘛 你觉得是什么 你里面的什么东西对他们这么多的触动 我觉得是不是电影本身呢 一个中年人的生活 他们 真有那么在乎吗 我不知道 但是中年人 像一个少年一样 在电影里面晃荡 我感觉是能触动到他们 因为 我们这代人是提前衰老的 信息爆炸 被老先生能克服吗 能克服吗 这时代特征 你觉得应该反抗吗 我是一个不反抗的人 但我不顺从 不顺从不反抗 不负责 负责 我只对艺术负责 其实改到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嘛 然后你就创造另一个空间 电子游戏是一个空间 然后内心的活动也是一个空间 就潜入到自己的内心了嘛 获得某种自由或者复发的方式 让你的创作某种意义上 正好是跟这个潮里有关系 或者是这个潮的代表 你觉得这样懦弱吗 也不是吧 就是 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这很难了 但我觉得它仍然是一种反抗 一种 反抗也谈不上 反抗什么呢 都不知道反抗什么 不服从吧 反正是刚才说到年轻人 我觉得作为同一代年轻人 我特别希望他们关心自己 时间不多啊 去关心其他人 关心大师 我也不是很关心大师 我只是从大师身上学习一些东西 从好的人身上学习东西 不是很应该嘛 关心其他的问题 别关心那些问题了 关心自己 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就刚刚你说的那个话题 慢慢的回归到自己 嗯 你没有其他途径 但是随着你慢慢长大一点 你会意识到 如果不关心更广阔的东西 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关心到自己 也许我慢慢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不是关心人类了吗 关心人 对 关心人类 就是说更普遍的东西吧 那也是就是关心自己某种意义上 也是在关心自己的眼神 我还没辨证过 他们都不关心自己 嗯 因为他们同时也不关心外面 真正的外面 但我不想把他们想的那么肤浅 因为我自己是他们的一员 我了解到面对的焦虑 其实他们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关心他们 没有人关心我们 是应该关心 我们在关心一些上一代的人 因为你们更有伤痕 好像我们没有伤痕 所以不值得关心 嗯 很少人关心我们 嗯 那你比如说你 你就深刻怀疑 对什么笃信呢 我觉得对那种质朴的情感 我挺笃信的 我就坚信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一定有纯真一刻 你笃信什么呢 哇想想 我笃信一种很朴素的英雄主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他激励我 很朴素的英雄主义 对对很朴素的英雄主义 就是往前走 对去实现一些东西 因为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吗 我是啊 肯定是 无名的求得 你看我们就不知道 一个一个 英雄的小说 没看过 马哈代 他就一个普通人 然后特别热爱学习 读书 他一生也默默无闻 那他是一个 坚持不懈的一个学习者 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种也特别打动我 嗯 嗯 你会觉得热泪盈眶吗 是不是你闺女特别开心 你呢 我跟你说过是 以前真的他从来不跟我打电话 不跟我说话的 嗯 嗯 就和饼干 做的这个电影 慢慢的 现在也差不多每天都要 每天晚上大家打电话 有视频啊 哇 那不是开心死了 赶紧再喝一杯杯这个 这是最开心的事情 这也超过一切啊 这个 得到了女儿的认识 其实家里的人可最重要 说句实话 所以说 这就是说我这一辈子 我特别最做的 最骄傲的一件事 就是有这个脸 我童年一直在搬迁哪 各种变化 就我我一直在寻找新的经验 新的事 我对自己的经验不信任 我经验都是阅读经验 然后那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很很自在 我这些阅读经验 就是我的现实经验 它就是我真实的人生 其实我突然找到了 对自我经验的某种 某种信任 我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 我笃定的是 那些很很纯正的东西 我非常笃定 因为好像不笃定它 就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笃定 对 对 很与那啊 好 LA 知道 别承担 炫 大的